经常出状况的桃园机场 这一次终于有好成绩了 经过整修之后 国际机场协会第三季评比 桃园机场一口气从原本的36名 提升到第11名 不过立委还是希望交通部不要自满 继续加强费安项目 国家的门面桃园机场排名进步了 根据国际机场协会ACI公布的第三季评比 频频出帮的桃园机场 竟然从原本的第36名一下要升到第11名 部长毛智国自信满满就等机场捷运通车 立委对于排名也普遍给予好评 不过还是认为有改善的空间 只重服务然后这个飞安的状况 没有督促的话 这对我们的这样的飞安 影响状况非常大 整个的骑程怎么安排 哪一条先座哪一条后座等等 这些现在都有一个确认 都已经发包了 所以后续再往下做 进度大概不会有问题 我只是要提醒部长 针对这个评比的缺失改善计划 计划要拿出来 进前10名的要用各种各样方式 要保持在10名之内 若在10名之外的这些项目 持续改善 立委也认为这次排名提升 主要是因为服务或商品价格等项目 不过像是步行距离 或是地面交通等硬体设施 有待加强 希望能再多做努力 才能够达到部长口中的世界级水准 玉丹TV引得玉中玉柔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